各位早上好 音乐非常的美好 是吧 我们一起读一下圣经话语 我们读一下猎王纪上十八章的话语 我们从猎王纪上十八章十六节 开始读一下 各位找到的话 从猎王纪上十八章十六节 开始我来读一下 于是阿巴迪去迎着亚哈 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 亚哈见了以利亚 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父家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黎 现在你当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黎的那四五 四百五十个先知 并耶稀别所供养侍奉 亚世拉的那四百个先知 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 亚哈就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 都上加密山 以利亚前来 对众人 众民说 你们心持两意 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 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黎是神 就当顺从巴黎 众民一言不答 以利亚对众民说 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 巴黎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 当给我们两只牛犊 巴黎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 切成筷子放在柴上 不要点火 我也预备一只牛犊 放在柴上 也不点火 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降火显应的神 就是神 众民回答说 这话甚好 以利亚对巴黎的先知说 你们既是人多 当先挑选一只牛犊 预备好了 就求告你们神的名 却不要点火 他们将所得的牛犊 预备好了 从早晨到午间 求告巴黎的名说 巴黎啊 求你应允我们 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他们在所住的谈 思维 涌跳 到了正午 以利亚 嬉笑他们 说大声求告巴 因为他是神 他或默想 或走在 走到一边 或行路 或睡觉 你们当叫醒他 他们大声求告 按着他们的规矩 用刀枪自割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 从午正午后 直到现晚祭的时候 他们狂呼乱叫 却没有声音 没有应允的 没有理会的 以利亚对众民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众民就到他那里 他便重修 已经修坏 已经毁坏 在耶和华的坛 以利亚召雅各 子孙 师派的树木 取了十二块石头 耶和华的话 曾临到雅各说 你的名要叫以色列 用这些石头 为耶和华的名 铸一座坛 在坛的四围 挖钩 可容 古种 阿西亚 又在坛上 摆好了柴 把牛犊 切成筷子 放在柴上 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 盛满水 倒在 番茄和柴上 又说倒第二次 他们就到第二次 又说倒第三次 他们就到第三次 水流在坛的四围 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 亚伯拉罕 以萨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呀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 行这一切事 耶和华呀 求你应允我 应允我 使这民知道 你是耶和华 你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 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番茄 木柴石头 成土 又烧干 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 就伏伏在地 说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以利亚对他们说 拿住巴黎的先知 不容一人逃脱 众人就拿住他们 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 在那里杀了他们 以利亚对亚哈说 你现在可以去吃喝 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 亚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 屈身在地 将脸浮在两溪之中 对仆人说 你上去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 说没有什么 他说你再去观看 如此七次 第七次仆人说 我看见有一小片云 从海里上来 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亚哈 当套车下去 免得被雨阻挡 煞时间天阴 风云 黑暗 降下大雨 亚哈就坐车 往耶列斯去了 耶和华的灵 降在以利亚身上 他就竖上腰 奔在亚哈前头 直到耶斯列的城门 各位我们在相信的是 我们眼睛所不能见的神 我们有的时候呢 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准确地知道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神是 非常准确地在做工的 每个时代里面呢 都有真正的神的仆人 相反的也有这样的虚假的仆人 如今也是如此 以利亚的话 是神所拣选的仆人 但是他当时受尽了 这样的藐视和 冷眼 亚哈王的话 也是 还有以色列众民 也是藐视了 以利亚和众先知 然后这里的话语呢 是以利亚和巴黎的先知 去相互碰撞的 这样的故事 以利亚说呢 我们都去献祭 然后有哪位神 降火在这个 祭物上 那就是真正的神 所以以利亚呢 先叫巴黎的先知呢 去做这个事情 他们从早到晚 一直去求告他们的神 但是没有任何的火 降下来 但是当以利亚 去求告神的时候 这火呢 就从天上降下来了 所以叫人们知道 耶和华是神 之前 以色列的众民 并不知道 谁是真正的神 但是现在明白了 神是 耶和华是真正的神 然后呢 他们就去抓了 巴黎的先知 杀了他们 每个时代里面呢 撒旦都会去创造 假先知 假耶稣 然后去迷惑人们的心 如今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人们就说我们是异端 说我们不祷告啊 或我们说什么呀 他们随便地 随便地说我们 但是非常明确的是 我们凭借相信 耶稣的信心 罪得赦免了 我们可以 很多次呢 我们都经历了 神在我们心里面 活着做工的事情 在肯尼亚呢 有一位 有一位妇人呢 她来到韩国参加世界大会 得救了 当她回到肯尼亚之后呢 然后她的丈夫呢 就成了肯尼亚的副总统 有一次呢 我去访问了肯尼亚 因为日程很紧 全都是这样的聚会的日程 但这个副总统的夫人呢 她告诉我说 能不能见一下副总统 当时我的日程特别地紧 几乎没有时间 最后呢 要离开肯尼亚的时候 我在离开肯尼亚前一天呢 我打了电话 我说 副总统夫人呢 明天 清晨的时候 我有点时间 我明天的话 是有几点几点的飞机 所以只有这个时间了 所以就是清晨 吃早饭之前的 这个时间可以 所以 我清晨 很早呢 就去见了副总统 然后给她传了福音 这副总统呢 她最得赦免之后呢 特别地开心 这次呢 在肯尼亚又 重新有了这样的总统选举 前总统的话 支持了另外一个人 但是这副总统的话 所以几乎不可能当选 但是呢 靠神的引领 这副总统成为了总统 上次我们去做活动的时候呢 总统府的话 她也是派了很多的 这样的人去来参加 所以前不久呢 我去肯尼亚 又重新见了这位 成了总统的副总统 然后跟她讲心灵教育的部分 她问我说 做什么可以帮到你呢 我就说 能不能派一些做食物的人 做时事的人过来 然后就来了总统的秘书长啊 还有很多的可以做时事的 这样的公务员 然后我呢 我们呢 给他们讲了心灵教育 他们也特别开心说 我们把这个心灵教育呢 普及到肯尼亚的所有的地区吧 我们现在的话 也是召集了一些教师们 打算派这些教师们去肯尼亚 在这个世上 有很多的教会 有很多的人呢 他们表面上是 在神面前祷告 占过信仰 但有很多时候 他们心里面是没有联系的 所有人呢 都犯了罪 有罪的话 他会阻碍着我们和神 但我们罪得赦免之后 我们和神之间的隔阂 这个罪离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与神心连心了 同样的人 跟神有这样的相互连接的人 和没有连接的人 是可以看出来的 如今呢 有很多韩国教会的人 他们都成为了罪人 这是令人心痛的 前不久 韩国非常出名的赵荣基牧师 他在死之前呢 他做了见证 说我死过一回 然后我下到了地狱 然后我悔改之后呢 我就可以上天国了 这是撒谎的 这是骗人的 因为圣经里面写着 天国和地狱的部分 像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面呢 财主呢 下到了地狱里面 而这个财主家门口的这个 拉撒路的话 曾经乞讨的拉撒路 却是上了天国 所以财主呢 就看到在地狱呢 去看到了天国上面的拉撒路 然后就对亚伯拉罕说 能不能叫拉撒路 在手上 蘸一点水 下来给我解解渴呢 然后亚伯拉罕就说 你在那里的话 我们过不去 你也过不来 他说了这个话 各位 天国的话 不是悔改就能上去的 而是我们要凭借耶稣基督 相信他的保血 才可以上去 我们要确切地相信 耶稣基督的保血 洗净了我的罪 这样我们才可以上到天国 如今呢 很多教会的信徒们 他们唱赞美 说喜乐日 喜乐日 九诸洗净 我中罪年 他唱 所有人都会唱这首赞美 但是唱完之后 祷告的时候呢 就说 主啊 请饶恕我的罪吧 我是罪人 他前面唱赞美说 已经洗净了所有的罪 但是后面 祷告的时候 却说自己是罪人 这就是韩国教会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的 唱完赞美就都说 自己是罪人 我们给他们讲 罪得赦免的部分 他们就说 我们是异端 我们看圣经的话 有很多的先知 但是有属于耶和华的先知 也有不属于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今天看 读的圣经的话 这话语里面 我们仔细去看圣经的话 有神所拣选的仆人 这是以利亚 但这里面的以色列王呢 却是侍奉巴利的王 所以神的仆人的话 他只能是受到藐视 受到逼迫 所以最终呢 只剩下了 以利亚这一位先知 而巴利的先知呢 却有450人 有一天以利亚呢 就见到了亚哈 因为好几年 以色列都遇到了干旱 没有下雨 在有这样的干旱的时候呢 亚哈就见到了以利亚 然后他们两个见面之后呢 说了一会儿 就说你 以利亚就对亚哈说 你召聚 你召聚这以色列众人 和巴利的450个先知吧 所以王呢 就去召了这450名先知 而以利亚说 我们可以互相比一下 看一看谁是真正的神 然后以利亚说 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 但是 耶和华的先知 只有我一个人 那到底谁是真正的神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我们呢 去带来两支牛犊 然后切成筷子 放在柴火上 但是呢 不要点火 然后你们呢 向着你们的神去求告 我呢 我求告我的耶和华 然后看谁会降火来显灵 然后众民呢 也回答说 这是甚好 这话甚好 然后以利亚呢 说你们人多 你们先去做 然后他们呢 从早开始呢 就说巴利啊 求你迎运我们 神在那里 巴利怎么敢去迎运呢 没有人迎运 而到后来呢 他们就实在是不行了 他所以就拿出刀枪 自己刺自己 自己割自己 然后身体流了血 也是没有任何的答应 然后以利亚呢 就嬉笑说 你们大声的求告吧 是不是他出去了 是不是他不在呀 或者是他去睡觉了呀 你们叫醒他吧 然后呢 以利亚出来 他把牛犊呢 切成筷子 然后放到柴上 然后呢 就叫以色列的众人呢 就 盛水 然后总共倒了三次 然后四周的这个 潭的四周的沟里呢 也满了水 然后以利亚呢 就求告神说 耶和华呀 使这些百姓知道 你是以色列的神吧 如今的话 有很多的教会呢 他们都是堕落了 他们最大的堕落是什么 是否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不是说他们没有放这十字架 他们放了 在教会里面是挂着十字架 他们也是 求告十字架 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话 我的罪应该是被洗净的 他们嘴上的话是唱赞美 说耶稣基督洗净了 我的罪 说万王之王为了我而 承受了这所有的苦楚 然后说 喜乐日 喜乐日 救助洗净 我终罪你 他们唱这个赞美 唱完之后呢 就祷告说 哦主啊 请饶恕我这个罪人吧 神看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很迷茫 这些人一会儿说自己是罪人 一会儿又说自己是义人 在很多的教会呢 这些长老们呢 他们的话 他们奉献很多 他们也是捐很多钱 然后被认可 但是呢 到死亡面前的时候呢 他们特别害怕 我是罪人 我该怎么办呢 都是这样的 他们都是这样去隐藏 也就是说 真正的真理 是通过耶稣基督的 宝血洗击我们的罪 耶稣在定死 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为我们所有的罪 付出了代价 所以我的罪呢 洗得比血更白了 这是真正的真理 我在19岁的时候 得救了 在那之前呢 我上教会 在我小的时候呢 韩国非常的贫穷 当时也是有战争 我七岁的时候呢 我母亲去世了 然后我的哥哥呢 去当兵 然后我父亲也是去 做后援 然后呢 就突然我们家里 大人都没有了 当时我姐姐14岁 然后二姐的话 12岁 当时我姐姐呢 就是家长了 我们就经历了 这样的困难 我哥哥 还有我父亲 都是个子特别高 但是我的话 个子矮 是因为我当时 吃得不太好 现在我的这个 孙子的话 个子已经都超过了 一米八 其中有一个据说 还能长到两米 我们时代的时候呢 是特别困难的 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呢 都说我们自己的话 挨饿吧 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们孩子们的话 一定不能让他们吃苦 或者是挨饿 我们当时是以这样的心态 去做的事情 现在的话 我们孙子的话 吃得特别的好 也不需要去挨饿了 那我就说 我没有长高 但是呢 看到你们长这么高 我已经很欣慰了 在我呢 成长之后呢 上了年纪 然后到了十 十五岁 十六岁之后呢 我呢 就开始 去做坏事情 我在兜里面呢 放着一个小刀 然后呢 去这别人的水果园的话 我就拿出这个小刀 然后呢 我就 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有栅栏嘛 然后用小刀呢 就把这个栅栏呢 去刮开 然后呢 就弄出一个 我们可以钻进去的洞 然后我们出来之后呢 就在堵上 然后有一次呢 也是在偷这个水果的时候 被这个果园的主人发现了 后来我们要找这个栅栏的洞 然后逃出来的时候 一直是找不出来 然后我们差点被抓住 然后逃跑的时候呢 就被他看到了 然后呢 当时这个人就叫出了 我的 我父亲的名字 然后就说 哦 那个不是 谁是谁家的孩子嘛 然后后来呢 他去跟我父亲喝酒的时候 就说你家儿子来我们水果园 把什么什么什么都给弄坏了 但是呢 我呢 并没有那样 我虽然偷东西 但是我呢 也是信教的嘛 也没有弄得太坏 我是有良心的小偷 所以我没有弄坏他们的水果 所有的水果园 只是偷了几个果子 但是他呢 却说 你呢 把这个 你家儿子把这个水果园 都给弄坏了 那我当时呢 也是特别的不好意思 也是特别委屈 我没有想着 去践踏所有的果园 只是偷了水果 但是呢 他这样对我说 我就是这样生活的 那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呢 我真的就是 只能是下地狱的一个人 我当时呢 经常地撒谎 我为什么撒谎呢 因为我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人 但是我这样的撒谎呢 就觉得 我去撒谎的时候呢 稍微添点谎 我就觉得可以 使我看得有点 不错的 所以我就开始撒谎 但是一撒谎呢 就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呢 我天天一张嘴就撒谎 所以呢 其他的朋友也知道了 就说我 所以我当时确信 我只能是下地狱了 但我那个时候虽然小 但是也是特别不想下地狱 我当时呢 就是 一直是悔改 祷告 说请饶恕我的罪吧 这就是我的日常 我从17岁开始呢 读圣经 我每天读十个小时的圣经的话 我七天可以读一遍圣经 如果一周的时间里面 我什么都不做 只读圣经的话 就可以读一本圣经 我读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十遍 二十遍 我一直去读这个圣经 特别神奇的是 当我读立位记四章的时候 我经常说了这样的话语 是吧 立位记四章里面 有可以准确地洗净罪的方法 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犯罪的话 以色列的祭司犯罪的时候 该怎么去洗净 还有全会众犯罪的时候 该怎么去洗净 还有官长犯罪的时候 怎么洗净 还有平民百姓犯罪的时候 该怎么洗净 非常详细地记载了 这样的洗净的方法 圣经里面明明有写这样的部分 为什么牧师不讲这样的部分呢 我们就打开这个圣经 然后去看 怎么能够罪得赦免 立位记四章里面写着 这个祭司犯罪的时候 全会众犯罪的时候 官长犯罪的时候 还有 看四章二十七节里面写着 民中若有人 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 自己知道了 就要为所犯的罪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 为供物 哦 这里有可以罪得赦免的方法呀 这是我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读完二十九节 三十节的时候呢 那里写着什么呢 按手在赎罪祭生的头上 那这里的赎罪祭生呢 就是可以代替我的罪而死的 山羊或者是羊 那为什么要按手 在这个赎罪祭生的头上呢 我们成为牧师的时候 成为长老的时候会按手 那我们为什么要按手在 山羊的头上呢 他要成为什么呢 他要成为牧师或长老吗 我这一点一直解不开 但圣经特别的神奇 神创造人的时候呢 他创造了男和女是一对 男女这一对相互聚在一起之后呢 就可以生儿育女 然后有心的生命诞生 那圣经的话 神也是准备了这个他的配对 有的时候呢 读一部分我们是不理解的 但是如果找到他的伴偶的话 是可以理解的 在立位纪四章二十九节里面 是写着按手的部分 要按手在赎罪祭生的头上 所以然后我就想找他的伴偶 但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他的伴偶 为什么要按手在 按手在这个母山羊的头上呢 他要成为牧师呢 还是要成为长老呢 我就不理解 但是我就找到了他的伴偶 看立位纪十六章的话 十六章二十一节里面 写着两手按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 诸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那按手的话 意思是要把我所犯的罪 转移到这个羊的身上 在赎罪祭里面 不是直接去杀死这个羊 而是要把这个羊带过来 然后我按手在他的头上 把我所有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之后 才可以去杀死这个羊 然后我去读的时候呢 就发现圣经特别的简单 特别是到新约之后 耶稣到施洗约翰面前 约翰呢 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呢 他就喊着说 毒蛇的儿子 你们悔改吧 这样的 他去给人们去施洗 但当耶稣来到约翰面前 想要受洗的时候呢 约翰却说 就去阻拦 说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嘛 但耶稣呢 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那耶稣受约翰的洗 怎么来 怎么才能尽这个诸般的义呢 约翰给耶稣 这样的按手 是把所有世上的罪 转移到 耶稣身上的一个过程 这样我们所有的罪 才会到耶稣的身上 然后约翰呢 给耶稣施洗了 然后我们所有人的罪呢 就到了耶稣的身上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约翰看到耶稣之后呢 他就说 看哪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所以在立位纪 十六章二十一节里面 写的也是很清楚 就是我们按手 是要把我们的罪 归到这个羊的头上 所以施洗约翰 这样的按手 在耶稣头上 就把我们的罪 归到了耶稣身上 所以约翰呢 在第二天看到耶稣之后呢 就说 看哪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因为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 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 耶稣代替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留下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我自己要努力去忠诚 去悔改 这并不能洗净罪 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定死了 洗净了我的罪 所以我已经变成了一人 我们要相信什么呢 神将我们的罪呢 归到了耶稣的身上 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了 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了 当时的死亡 耶稣的死 并不是因为耶稣有罪才死 而是我们的罪被归到了他的身上 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他的死洗净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像血一样白了 阿们 所以我们相信在神面前 我们的罪被洗净了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里面 有叫做亚哈的王 他并不是一个相信神的人 而是一个逼迫神仆人的这样的一个王 他杀死了所有的先知 亚哈杀了所有的这样的耶和华的先知 只剩下了以利亚这个最后的一个人 有一天呢 神呢就对以利亚说 你到亚哈王面前 亚哈呢就看到了以利亚 然后也有很多的民众在那里 以利亚呢说 如果耶和华是真正的神的话 就相信耶和华吧 如果巴黎是真正的神的话 我们相信巴黎吧 然后呢就召集了 450个巴黎的先知 然后以利亚就说 我们带两只牛犊过来 我们每每 你们呢去准备一只牛犊 切成块放到柴上 我也是一样的 然后看 求告神的名 然后看谁 哪个神 会这样的 应验 然后民 百姓呢也说 也回答这个很好 然后巴黎的先知呢 就祷告说 巴黎啊 请显映吧 但是呢 没有人回答 然后 然后过了 过了午后 快要到晚上的时候呢 也是没有人这样的回应 因为耶和华的仆人 以利亚在那里 有神在那里 所以巴黎呢 也不敢回应 没有回应的 到了晚上呢 以利亚也是嬉笑 说你们大声的去求告吧 是不是巴黎 他去 默想呢 是不是睡觉呢 或是不是行路呢 然后他们就更大声的求告 然后甚至用刀枪自己刺自己 自己割自己 但是呢 留下了血也是没有 没有人回应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以利亚呢 就把牛犊呢 切成块 放到了柴上 然后呢 就叫这个众人 拿了四桶水 然后倒在番机和柴上 说倒两次倒三次 然后周围的这个沟里面 也都是盛满了水 然后以利亚呢 就在神面前 祷告说 耶和华 求你 应运我吧 然后呢 这火呢 就下到 这番机上 烧尽了所有的祭物 木柴 石头 尘土 连这个干沟里的 水呢 也是被烧干了 然后这所有的人呢 就看清楚了 谁是真正的神 耶稣来到这个地上 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 耶稣呢 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的罪而死 耶稣 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了这样的罪的话 那我们是罪人呢 还是义人呢 耶稣为了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永远的赎罪 那我们的话就不再是罪人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承担了 我本应该承担的这样罪的代价 他在十字架上 被定死 留下了宝血 所以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 阿们 如果耶稣基督 定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没有洗净我们的罪的话 那他就是白死了 如今很多的教会呢 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说耶稣基督虽然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但是因为我们在犯罪 所以我们还是罪人 所以一般教会的人的话 他们这样的去上教会 但临到死的时候呢 他们心里面都是特别的害怕 战战兢兢的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的话 只能下地狱 他可以想记起来自己犯的罪 偷东西啊 或者是骂人啊 等等的 但是他们的罪呢 没能够得到洗净 得到饶恕 所以他每天去祷告 求饶恕 也是不能够洗净罪 所以这样的人 只能是下地狱的 我以前也是 我小的时候 也是经常去 祷告 说请饶恕我的罪吧 每次的 每天的话 我都会去参加祷祷 然后在 没有人的时候呢 自己去悔改 去祷告 但这也是不能够解决 我的罪的问题 但我去看圣经的时候 特别神奇的是 旧约里面 要牵来羊 去献祭的时候 要按手在羊的身上 然后把罪归到羊身上之后呢 杀死他之后 我们就可以洗净罪了 同样的耶稣基督 定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过了三天 他复活的时候 因为他是支付了 我们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的罪呢 是被洗净了 这是圣经里面 在告诉我们的 阿门 但如今的话 有很多的教会 他们看着同样的圣经 但是却教导信徒们 说我们是罪人 神啊 请饶恕我们的罪吧 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他的牺牲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难道他死是假的吗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唱着赞美 说喜乐日 喜乐日 救助悉尽 我终罪你 他唱这个赞美 唱完之后呢 就说主啊 请饶恕我这个罪人吧 神看着手也是特别荒唐 一会儿说是罪人 一会儿说洗净了 不是这样的 神是永远的 完美的洗净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 进天国没有任何的不足 我在1962年的时候 10月7日的时候 我发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是为了我的罪而死 我非常明确地知道了这一点 哦我的罪被洗净了 我知道了这一点 然后从那一天起 一直到现在 无论我做什么 神都是与我在一起 看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的话 以利亚的话是神的仆人 其他的这个先知的话都死了 只剩下以利亚一个人了 而巴黎的先知呢 有450人 因为亚哈王的妻子 耶稀别的话 他相信这巴黎 所以巴黎的先知呢 有450人 而耶和华的先知 只有以利亚一个人 耶和华的话就 使这个以色列有了干旱 然后以利亚呢 就出现到了亚哈王的面前 然后在 祈求神停止这干旱之前呢 以利亚呢 就叫来这巴黎的450个先知 说你们跟我们一起去做一做 先计看看 看哪个神会应验 我们准备这个番旗的祭物 切成块放到柴上 然后哪位神 回应的话 那就是真神了 那这百姓呢 也都说好 所以然后就说 巴黎的先知 人多先来吧 然后巴黎的先知 就在那里祷告 祈求 说巴黎啊 请应允吧 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他们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呢 就在那里求告 但是呢 没有任何的回应 然后以利亚呢 就准备了自己的坛 然后呢 把祭物切成块放在上面 然后在上面呢 又倒了三次四桶油 四桶水 然后连周边的这沟 也是填满了水 然后他呢 就开始祷告说 耶和华呀 求你今日使人 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 然后他刚祷告完了 从天上就降下火来 烧尽了这个番茄 木柴石头 尘土 连这个沟里的水 也都是烧干了 我们跟其他教会 有什么不同呢 圣经里面明确地 在告诉我们 耶稣为了我们的罪 而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也就是说 旧约时代里面 他们准备羊或者是山羊 然后给他按手的时候呢 这个罪就会归到 这些祭物的身上 然后我们献祭的时候 我们的罪就会被洗净 那耶稣的话 作为我们神的羔羊 来到我们身边 然后得到这个洗礼之后 他的罪呢就被归造了 我们的罪被归到了 耶稣的身上 然后当他被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的罪就被洗净了 这是圣经里面所写的 对吗 那所有的人类 原本应该应该承担的罪的代价 在耶稣 如果有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话 他洗净了我们的罪 我们应该说我们是义人 我们是一个洁净的人 耶稣为了我的罪而死 但是我还说我是罪人的话 就说明耶稣是白死的 在亚哈的时代里面 以利亚呢 是被受到了这样的藐视 只剩下了一个这样的先知 我们教会的话 如今却传福音的时候 来我们教会的人呢 每一个人呢都知道 我们虽然犯了罪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的罪 付出了代价 我们相信 我们永远地成为了义人 永远地我们的罪被洗净了 这就是相信耶稣 如果耶稣基督被定死之前 我们是罪人 定死之后也是罪人的话 那耶稣所做的是无用功了 无论我们知不知道 但是耶稣基督在定死的时候 他已经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他永远地洗净了 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阿们 那我们该相信什么呢 我们相信的是 耶稣基督的宝血 那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 流下的宝血 是永远地洗净了我们的罪 1962年的时候 在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读了西伯来书的话语 那里面记载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是神的高养 就像旧约里面献祭一样 他来到这旧约里面献祭 是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影子 然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得到了施洗约翰的施洗 然后他所有的罪就归到了耶稣的身上 然后在他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留下宝血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罪呢 就已经结束了 已经付出了这罪的代价 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 但如今呢 仍有很多的教会呢 说耶稣基督虽然定死在十字架上了 但是我们还有罪 那这意味着耶稣是白死了 这以色列百姓之所以经历这干旱呢 是因为他们侍奉了别人别的神 侍奉了这样的偶像 所以利亚呢就找到他说 我们比一比看谁会真正的应验 应验的神才是真正的神 那耶稣基督能够洗尽我们的罪的 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耶稣基督嘛 才是真正的神嘛 有很多的教会呢 说我们是异端 为什么 说我们犯了罪 但是我们说是异人 我们就算是肮脏也是 如果洗的话 洗干净的话就是洗洁净了 同样的我们的罪是有罪 但是耶稣基督洗净了 那就是洁净的是异人 我们凭借神的话语去看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 我们当然是有肉体的 是有欲望的 有这肮脏污秽的想法 但是耶稣基督的话 他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圣洁 我们就会过上一个蒙福的生活 有很多的神的这样的仆人呢 已经死了 最后呢剩下以利亚 然后以利亚跟这个巴黎的先知 去这样的献祭的时候 神站到了哪一边呢 站到了以利亚这一边 我们也是如今在很多国家 去传着福音 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 如果我们心里面还留着罪的话 那意味着耶稣是没有洗净罪的 是白死了的 这是不可能的 各位各位心里面是会觉得 我是罪人啊 我犯了罪啊 有这样的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了我们罪的代价 原本我们应该支付这个代价 要下到永远的地狱 但是为了从地狱当中拯救我们 耶稣来到了这个地上 在他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罪的代价呢 就已经被支付了 阿们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不是我自己要努力去洗净罪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永远地洗净了我的罪 所以我们需要在心里面相信 我们心里相信的话 我们嘴上会怎么说呢 就会说我曾经是罪人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已经被洗净了 但是呢不相信的人 才会一直说自己是罪人 一直会求饶恕这样的 那最多赦免的人呢 就会说我凭借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已经洗净了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福音的做工 特别惊奇的是 神在我们里面非常有能力的去做工 我想讲一下我见巴拉圭总统的时候的事情 巴拉圭的大使呢就找到了我 他参加了几次IOF的世界大会 然后就找到我 然后他说他想成为我的 他想把我当作他的大哥 我现在呢有两个妹妹 一个是坦桑尼亚的部长 她的话叫我是哥哥 然后在南非的话又有一个部长 她也叫我是哥哥 他们呢就说凭借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最特别的感谢 巴拉圭的大使呢 有一天呢就找到我说 他想成为我的弟弟 我说一个国家的代表大使 称我是大哥 我觉得我做他大哥 我也不亏 我就说你随便吧 然后他呢起名叫朴大秀 我说你可能是不懂这个什么意思 你是我弟弟的话 你应该小秀啊 你怎么叫大秀呢 有一天他找到我 然后说有一些烦恼 我说怎么了 他说巴拉圭的总统会访问韩国 一般大使的话 在自己的任命的国家里面 有自己国家的总统来访问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作为大使 有自己国家的总统访问 自己做大使的国家的话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但他说他想招待好这个总统 但是他们的预算有限 我就问他 我就想我是应该给他 加点钱吗 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说 他们总统特别喜欢音乐 想要办音乐会 所以他说能不能派几个 合唱团的人过来 当时呢正好也是 我们有大型聚会的时候 然后我呢跟合唱团的团长说了 然后团长就挑选了几个人 然后跟我去见这个总统 一般大型聚会的时候呢 八点十五左右的时候 我会开始讲话语 所以我呢在大使馆 停留了停留到了七点半 我是六点半去的那里 到那里之后就有人给我打电话 问我到了吗 我是到了 他叫我去第九层 然后在那里就见到了 巴拉圭的大使 还有总统 还有总统的秘书长 然后我就跟总统呢 去聊了一下 然后我当时就拿着 这个最得赦免的秘密 这本书 然后就送给了总统 然后后来呢 这个总统就回到了巴拉圭 总统呢上了飞机之后呢 他就叫秘书长 把这个朴牧师的书带过来 但是呢 这个秘书长呢却放到了韩国 所以呢 后来 这个大使的夫人的话 就拿着这本书专程去了一趟巴拉圭 然后他给我打来电话 总统读完书给我打电话 说能不能见一面 我说过段时间的话 我会去南美做这样的聚会 能不能那个时候见 他说可以 然后我就去那里 开聚会 然后那个时候呢 是因为受到了巴拉圭总统的邀请 所以 在下飞机的时候 就有这个专人过来 先接我出去 然后呢 就也有警卫队的人呢 就保守我 保护我 无论去哪里呢 都有这样的警户人员 然后我那时候 我去见总统之前 我跟这个秘书长通电话 我问他 我能见他 多久呢 他说四十分钟 我就想合唱团去唱歌 然后我们打招呼 然后他们一打 打完招呼 唱完歌的话 可能就过了 打招呼五分钟 唱歌五分钟 这样的话 只剩下三十分钟 我就给他传了福音 然后总统的话 也是特别的受感动 然后他牵着我的手 他觉得特别感谢 特别激动 我也是心里特别激动 然后我们就从那里出来之后呢 回我们的聚会场所 然后秘书 秘书厂呢 就给我们打电话 说这个今天晚上的活动的话 总统会来参加这个聚会 然后所有的部长也会一起来 我呢从来没有想过去见总统 但是呢 神是以这样的方式 去让我见总统 我一直到现在 见了十几名这样的总统 然后总统们得救之后呢 就跟我成为了朋友 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我的话是长得也是比较丑 然后个子也矮 但是神与我同在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以看到神这样感谢的 一点一点的在为我们做工 我们国家也是有一些事情嘛 然后呢 希望 可以为我们这样的去 在国际活动方面呢 也是有这样的 得到支持的一些事情 所以国家呢 也是要求我去跟其他的 这样的总统们说一下 我们也是跟总统说了 这些总统也特别开心 我看的时候呢 神这样树立我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跟这样的总统们 去做工做事情 尤其是在心灵教育部分 真的 全世界的青少年的话 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心灵教育的这本书的话 也是成为了非常著名的书 肯尼亚的政府呀 还有其他的很多国家的政府呢 都要求说一起做这样的心灵教育的部分 然后现在的话 肯尼亚的这样的秘书长啊 还有各个部长们过来学习了心灵教育 然后在韩国的话 也会培训这个能做心灵教育的人 然后要派遣到各个国家去做心灵教育 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刚才 有这个中非的宣教士 做见证 通过他 我们也是见到了这个中非的总统 也是特别的感谢 在神面前 这总统得救之后呢 他也是特别的感动 所以给了我们十万平米的这样的土地 让我们建这个建筑 所以我想的时候 在神面前也是特别的感谢 各位就算是一无是处的人 如果在心里面接受说 耶稣洗净了我的罪的这样的部分的话 耶稣就会在各位的心里面成为一个 我虽然是一无是处的 但是比我更糟的人 也是在神面前是不会成为问题的 我有再多的罪也是 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足以洗净我所有的罪的 我们唱赞美的时候呢 说 喜乐日 喜乐日 救助洗净我中罪你 在我见加拿总统的时候 他在临死之前 他原本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总统 但是在死亡面前 他也是战战兢兢的 我给他传福音之后 他得救了 然后过了五个小时 他就去世了 我想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的感谢 无论我见到什么样的人 因为耶稣是为了全人类的罪而死 也是为了你的罪而死 阿们 你的罪已经在十字架上结束了 相信这一点才是相信耶稣 如今有很多的信徒们祷告说 主啊 我是罪人 请洗净我的罪吧 这意味着他们是罪 他们是 这意味着耶稣 在十字架上失败了 各位 我们会失败 但是耶稣是不会失败的 耶稣是在十字架上 解决了我们所有罪的 上面记载着我们的所有的罪 已经被洗净了 无论我们心里面感觉怎么样 与这无关的 我们的罪是已经被洗净了的 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呢 神也是特别的喜乐 如果我们说 阿神 耶稣啊 请饶恕我吧 请洗净我吧 这样的话 耶稣就会非常的生气 我是这样的 洗净了你们的罪 你们却说 我 这样的话 我是白死了吗 圣经里面明明是告诉我们 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 但是如果我们还不相信的话 是在藐视耶稣的错工 我在1962年的时候 确切地相信 谁已经洗净了我的罪 所以之后呢 我无论见到谁 我都会对他们讲 我去南美做世界大会的时候 他就对我说 他认识总统 能不能去见一下总统 我说可以啊 然后他就打了一下电话 然后说可以了 我去见了总统 然后去传了福音 然后他觉得特别的开心 然后他说这个中午之后呢 午饭之后就有这个教育部的职员 在等着牧师去见 能不能去见他们一下 让我也是去见这个教育部的职员 也给他们做了这个心灵教育 下次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继续去他们那里 给他们做心灵教育 我们教会的话 也会召集这可以做讲师的人 以前我们是凭借自己的心 但是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 拿着这个耶稣的心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得 变成义人 以前的话我也是特别 我是一个罪人 但是呢 我凭借耶稣去生活的时候呢 特别的幸福 我们来做主日礼拜的话 我们就会赞美主 如果主没能够洗净我们的罪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呢 我们赞美他是因为他洗净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成为了义人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得到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已经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 然后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洗净了我们的罪 阿们 我们是在相信这一点 原本应该由我们来承担的咒诅 刑罚和代价 都是由耶稣来付出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了 巴拉圆的总统 跟我交谈之后呢 他就召集了记者们 然后说了什么呢 说我以前的话是神父 那我爱了一个女人 所以我跟他生了孩子 有藏着的一个儿子 然后神呢 饶恕了我的罪 但是也希望巴拉圭的市民们 可以饶恕我的罪 他的话特别的诚实 巴拉圭的市民呢 就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诚实的总统 然后后来的话 他也是得了癌症 然后去巴西去治疗 他差点也要死 但是呢 特别神奇的 他恢复了 跟他一起去治疗的 国会议员的话 成为了尸体 但是他的话恢复了 我们罪得盛免的话 无论是谁 在心里面相信 耶稣基督洗净了我的罪的话 我们的心就会离开这样的罪 然后心与耶稣相连在一起 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跟耶稣的心 就会成为一个 这样的话 无论各位做什么 都会保佑 神就会保佑各位 我也是看的时候 神在我做的事情上 这样的帮助我 是特别神奇的 这亚哈王的话 他的妻子耶稀别的话 他去相信了巴利 然后杀死了所有的 相信耶和华的这样的先知 只剩下了 以利亚 然后但是以利亚的话 通过这样 先祭的事情 杀死了所有的巴利的先知 让以色列人知道了谁是真正的神 让以色列百姓回到了耶和华的面前 我虽然没有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 但我知道耶稣他是我们的主 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的罪 我们的刑法 在十字架上已经结束了 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 这是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也在一直传播着 如今有很多教会的话 他们说自己是罪人 但如今的话 我在美国一百二十五个 这个 电视台在 在美国的话 有五十个电视台 在转播我的这个话语 然后全球的话 有一百二十五个电视台 在转播我的话语 然后有很多人在听我的话语 我们这次世界大会的话 我觉得比这个韩国办的这个 全部里这个活动的话 要做得更好 我们做事情的话 也是比他们做得更好 我们也是有两万人去聚集 光是幕会者的话 就有一千五百人聚集 然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的开心 我们不再需要像一般的教会一样 说我们是罪人了 如果我们还说我们是罪人的话 我们就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了无用功了 我们要说罪是义人 我们是义人 我们不是没有犯罪 而是耶稣基督 替我们承担了这所有的罪恶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信心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你们他们是罪人的话 你们要对他们说你们这是在亵渡耶稣 圣经里面说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迁和罪恋了 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 所以请让所有世人都知道这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吧 那神的话就会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这样的力量 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让我们过上更加明亮的幸福的生活 各位当中有罪的人请举手 罪人请举手 各位没有犯罪吗 各位是犯了罪 但是凭借耶稣基督成为一人的人请举手 阿们 各位举手的时候耶稣会更最为开心 说哦 真的是这样 你们的罪洗净了 如今有很多人的上教会 但是因为不了解圣经呢 他们虽然唱赞美说 喜乐日喜乐日 九诸七经 我中罪你 然后呢就马上就祷告说我是罪人 他们前后呢 根本都是不对称的 但希望我们能够出去传福音 让首尔的所有的市民都得救 还有韩国的所有人 全世界所有人都得救吧 我们要派很多的宣教士出去传福音 然后我们一起 通过耶稣基督的保血上天国吧 希望我们可以蒙这样的恩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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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